三个鸡蛋,一勺白糖,100毫升纯牛奶 再用打蛋器把这些液体混合均匀 即可加入350克面粉,一袋高火线干酵母 里面加入了五种生物酶,面发大了也不怕酸 很适合做包子馒头,面包等各种发面的食物 搅拌成蛋面絮,加入一勺食盐 适量的食用油 面团比较粘手,只兼用刮刀混合均匀 移到揉面垫上,按搓洗衣服的手法 搓上三分钟,会出现一层手套膜 放在冰箱冷藏十分钟,擀成长方形的单面片 接着准备上三个紫薯 蒸熟之后,用叉子搭成薯泥 其中一半铺上紫薯馅料,然后对折 擀成大一点的面片 再给它分割成十个小长条 注意头部不要切断 我每天都会分享一道家常美食 点击关注和收藏 想吃不会做的时候,可以随时找到我 按照视频的手法扭成满花的形状 从一侧开始卷起 卷成一个毛毛虫的形状 放入到图有黄油的蛋糕模具中 这样方便脱模 整理整齐 盖上保新模,饧发至两倍大 洗好的胚子和模具齐平 这个时候准备上一个蛋黄叶 均匀的涂抹上薄薄的一层蛋液 再次盖上保新模,戳上一些小孔 直接放入笼梯中 水开之后大火蒸50分钟 关火焖三分钟 不用厨师机,不用烤箱 在家就能做出非常好吃的蒸面包 颜色金黄,蓬松熏软,奶香浓郁 添加的紫薯层次丰富 一层一层撕着吃更香 很适合当做早餐,比买的还要香 快试试吧